第29題,29到34是體組 煉鐵是一種氧化還原的反應的運用 主要的化學反應是有 甲反應是兩個F2O3加3C生成4F1加3CO2 乙反應是兩個C加O2生成兩個CO 丙反應是F2O3加3CO生成兩個F1加3CO2 請回答第29到34題 29題問,煉鐵時會用到碳 其原因 下列何者的錯誤 我們要用碳去煉鐵 那麼要能夠發生反應 也就是碳能夠把鐵從氧化鐵中變成鐵 所以要能夠發生氧化還原反應 它要把氧化鐵的氧搶過來 所以表示碳的活性要比鐵大 所以C的敘述是對的 同時考量成本的原因 它必須要容易取得 而且價格不能太貴 所以A跟B也是對的 那麼豬說可也煉所有的金屬是錯的 因為呢 我只能夠把活性比我小的金屬的氧搶過來 我沒有辦法搶走活性比我大的金屬 比如說我沒有辦法去還原氧化鋁 所以豬的稅數是錯的 所以第四二九題問我們說 其原因下列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可演練所有的金屬